福公主的新动态终于来了 依依们是不是已经抓耳挠腮地想念她了 忠心更新了福宝的视频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新情况 我们的福宝开始积极地交朋友了 她已经在用气味和声音与邻居们展开交流 你们猜猜福宝的这些新邻居会是谁呢 她在韩国隔离了一个月 在福宝回到祖国后 接着在基地又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隔离 对于性格如此开朗的福公主来说 这么长时间的隔离可能真的让她觉得有些闷了 之前有网友拍到了曾文奶爸为福宝精心挑选的宽敞院子 相信她一定会喜欢 回国后这一个多月 福宝明显地变胖了 她对别的小熊可能不感兴趣的窝窝头情有独钟 而且非常珍惜粮食 身上的每一粒窝头渣都会被她小心翼翼地舔干净 这样的好习惯 相信在下次爷爷来店时一定会受到表扬 事实上自从回国后 福宝已经多次受到忠心 和央视的在意 饲养员还透露 福宝的作息非常规律 原本大家还担心 她因为两个月的隔离会闹些小脾气 但没想到我们的福珠珠如此乖巧 已经成为了一只养生大群 她按时吃饭 睡觉 生活极有规律 而且 饭后还会在小院子里悠闲地散步 有趣的是 不知何时 她的头上多了一颗美人痣 和她之前的月牙形状 丢失的小啾啾一样 又为她增添了几分可爱 关于这颗美人痣的由来 官方透露有个特别的故事 但只能在下期中为我们揭晓了